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我们继续来看生命记 在生命记这边十诫 是记载在旧约的律法 但是每一条诫命 都适用于我们新约十大基督徒 也是我们必须遵行的 那在生命记第五章当中 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来 对他们说 以色列人啊 我今日小于你们的律律典章 你们要听可以学习 谨守遵行 摩西提醒百姓 神的诫命要听进去 是可以学习的 但很可惜 以色列的百姓 总是一再的忘记 尤其在敬拜真神方面 他们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或者换了一个国王之后 很可能就忘记了神所吩咐的 他们学习的不是很好 一路跌跌撞撞 那神为什么一再提醒他们 祂是独一的神 要尽心尽性尽力爱祂 要将祂的话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训儿女 无论行在路上躺下起来 在家里都要谈论 也细在手上做记号 戴在额上为经文 也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你城门上 神就是用一切的方式要教育他们 因为他也太了解这些百姓的软弱 但是百姓一直到国家灭了之后 他们才真正学习到这样的教训 愿意完全遵守这些律地 所以你现在去以色列观光 你能就会看到许多敬前派犹太人 他们还是将经文带上额头上 门口也有大大的经文印在上面提醒自己 那我们为金屋徒 我们也要记取教训 那做好我们家庭的宗教教育 让我们的信仰可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